看过我以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最近我们的工作就是一直在更换系统 光伏专用断路器 这个配电箱的断路器我们刚刚换好 现在合杂看一下 不过这个断路器我们是反着装的 我们看这个黑颜色的是我们四电的进线 过断路器进刀闸 然后过它原来的控制开关 然后进我们的电表 从电表出来过断路器 然后进他们的光伏发电站的线路 这个配电箱也很奇怪 光伏侧的所有开关都是正装的 但是到了四电的控制开关都是反着装的 我们的四电进线开关就是反着装的 然后它原来是一个过千压保护器 就是装了这个 但是我们要更换的这种光伏专用断路器 它是分进线侧的 所以我们在接线的时候要把它倒过来装 现在我们要试一下开关能不能自动切合 拉下开关自动断路器断开 合上进线开关 等个三五秒 自动切头开关合闸成功 断路器功能正常 不好出事了 我们这里更换完光伏断路器 还没有走 用户说他们家的光伏电站泥变器报警了 说我们的四电电压低 拿上万能表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实际啥情况 这个就是用户家的光伏发电站的泥变器 我们找个凳子来看一下实际啥情况 泥变器显示 故障代码129 四电电压超范围 那这又是啥故障呢 我们先把逆变器关了 再重新启动一下 现在逆变器已经关了 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 逆变器重新启动以后 还是显示故障码129 四电电压超范围 那这又是啥问题呢 和我们新启动的开关有关系吗 我们找来梯子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 现在我们试电压的端路器和刀闸都是合闸状态 新启动的光伏专用端路器也是合闸状态 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接线 我们的试电进线 开关出现 刀闸出现 包括灵火线的位置 也没有发现哪里接线出现了问题 我们拿验电笔量一下 最右边的是灵线 从右往左一直是三根火线 那这也没有问题啊 检查了它的灵线 也没有断路的地方 灵线没问题 三项火线也没有接错 那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没有发现问题 那我们拿万能表量一下我们的试电电压 是不是试电电压最近出现了异常 这下又要出丑了 看我刚拿出万能表档位就没有归零 所以在上次用户家使用过以后 电能表一直没有归零 电池又用完电了 现在万能表没电了 老办法也用了 但是不管用 电池还是没有电 只能先借用户家的电池先用一下 我这叫我鼻子超圈的 装好电池 我们现在量一下我们的试电电压 试电电压稍微偏高 但是也在允许的范围内 电压也正常 开关的上下端我们量了都有电压 而且电压都正常 现在我们拿万能表再量一下电表 尽出现两侧的电压 看是否正常 刚刚我们看了接线 电表是在光伏开关的出现侧安装的 因为万能表的显示屏有点背光 可能大家没有看清楚 我们在用万能表量电表进出现的时候 发现电表的中向没有电压 现在我们拿验电笔再量一下 看见没电表的B向绿颜色的 没有电压 可是我们刚刚在用万能表量断路器出现的时候 B向明明是有电压的呀 看到这里也许有部分网友已经猜出是啥原因了 我们看一下 绿颜色的线头没有压进端路器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端路器上下出现端都有电 但是就是到电表侧 B向缺项的原因 看我们的压线螺丝还是上的比较紧的 但是就是没有压住线头 而且由于断路器和挡板中间的位置挨的比较紧 我们肉眼也观察不到它有没有压到界线 既然发现了问题 我们就把问题给它解决掉 看看它的一边气能不能正常的工作 其实我们的电灯表也是有欠压显示功能的 但是就是因为刚才背光 加上电灯表挂的位置比较高一点 我们也没有去认真的观察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这个失误 现在把这个绿色的接线接好 我们再把所有的线再剪一遍 所有的工作都做完 我们再检查一遍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就核扎送电 核上4电的进电端路器 我们等个上5秒 光伏自动切合开关核查成功 我们再去家里检查一下它的泥变器 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泥变器显示正常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看的朋友点个赞加个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